只要你帮我击杀掉蔑氏及灾难员 我必定澄清当年的事 还你清白 也还你家人一个安定 快不得卡莎那么反常 又是你这人渣 在利用我学生做事 是啊 我就是利用他来拿军功的 你能拿我怎样 所以 卡莎 你还在等什么 快引爆啊 你死了 你家人就好过了 爸 妈 是卡莎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但卡莎是清白的 从今天开始 卡莎 不欠你们的了 搞定了 我的计划果然有用 只用一个纯女人做代价 就除掉了灭市级灾难员 那爆炸女死了 你会按约定还她清白 哼 那不就暴露了我才是威胁犯吗 就说她想和灾难员通流合污 被我及时发现 我解决了灭市级灾难员和她的同伙 到时 不只是局长对我刮目相看 整个世界都会流传着我的丰功伪迹 这样 那就纯泄末杀鲤呗 你 你怎么没有死 你敢骗我的学生 当人肉炸弹为你送死 今天 我必须要你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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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龙我们才刚修好了 啊 是地震了吗 啊 好 好痛苦啊 我要 你要死了 哼 放心 在你没还卡下清白钱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但现在 你有两个选择 一 澄清真相 之后我给你痛快 二是富裕顽抗 那你将永世遭受这种 求死不能的折磨 啊 要永远承受这种折磨 我 我 我还是求你杀了我吧 啊 我 我 我是死了吗 双双 是爸妈错怪你了 是爸妈错了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你被下头来诬险的事 陈老师 都在直播上帮你澄清了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你是清白的了 陈老师你 我想害你 你怎么害 你怎么对我是你的事 但我作为你的老师 看见学生蒙冤兽区 可不能不管 现在 你已经不是罪犯学生 我也不再是你的老师 今后好好生活吧 陈玄 老师 莎莎 别担心 爸妈已经给你安排好别的学校了 宿主 你就这么把卡莎放走了 任务还没完成呢 卡莎已经遭受了那么的痛苦 就让她回归普通世界吧 再说了 少做一个任务 又能怎样 嗯 陈玄老师好 可莎 你不是应该转到正常学校了吗 大姐头今天是怎么了 好 好反常 我喜欢陈玄老师的课不行吗 他们都说您是面试级灾难员 可我不这么认为 哪有那么好的灾难员啊 是您将我从深渊里拯救 所以 我只想成为陈玄老师教导出来的超级英雄 请陈玄老师批准 检测到卡莎不信任他人的心理 已被矫正 气恶从善 已经成为了合格的超级英雄 超能心任务完成六分之一 事情过后 世界政府好一阵子没来打扰 陈玄专心调教卡莎 都听不清楚了 疯痊 跟 sisters 感谢观看